这是一部高智商犯罪片 一共三起命案 三条人命 两名嫌疑人各指一词 真相和谎言难以辨辩 在各种巧合的加持下 最终以凶手完美犯罪收场 他是英国新生代作家韦克 为了宣传新书 和妻子来到孟美召开粉丝见面会 为妻本就有心脏病 连续不断的见面会 让他身体更加难受 见面会这天 韦克看他脸色不好 让他在酒店休息 水料发生意外 韦克回到酒店时 他已经凉凉 震惊之余 韦克急忙包了警 警方没有调查就往下断言 90%的类似案件都是丈夫杀气 不承认也没关系 进警局调教一番自会认罪 韦克一听慌了 接口上厕所跑路 警方发现后急忙追赶 险象还生之际 他开车撞向路边栏杆 汽车被冲击力掀翻在地 若然见状 赶忙把他拉了出来 好在伤势不重 听到警地声 他顾不上疼痛 立刻逃离 警察警追不舍 跑到某小区时找不见人 于是询问保安 有没有见过可疑男子 对方刚从卫生间出来 提供不了有用线索 警察这样换地方寻找时 一个女人跑到车前 声称有人杀了她丈夫 警察立刻跟去查看 发现那人正是韦克 此时地板上躺着一具男尸 韦克接连设计两起命案 警方急忙将他带回去调查 由于韦克是公众人物 又是英国国际 最多扣押三千 到时不能确定 韦克是凶手 就得放人 所以负责此案的德夫 必须在三天内破案 时间紧迫 德夫立即对韦克进行问话 首先是逃跑原因 韦克发现妻子死后 第一时间报警 可警察却不仔细调查 要对他缺大成招 无奈之下 他在开车逃离 德夫深知手下行事风格 相信他不是故意逃跑 接下来是第二起案件 死的是律师 两人并不相识 他没有杀人动机 当时翻车后 他急着逃跑 弄对了手机 看到前面有个小区 就跑去借手机 碰到玛雅出来倒垃圾 对方看他衣服上有血迹 十分害怕 准备逃回家 他不愿放弃求救的机会 主动表明身份 并表示打个电话就走 玛雅勉强同意 进入房间 他在客厅等待 玛雅去卧室取手机时 小心翼翼的将门反锁 似乎在隐瞒什么 他还发现家里的茶几碎了一地 玛雅给他手机时 他看到玛雅脖子上有抓痕 但他没有多想 拿着手机准备打电话 这时电视上播出他被通缉的新闻 玛雅非常震惊 立刻要轰他出去 他竭力解释 拉扯间 手机掉落摔坏了 明灵也在这时详细 按说这是个求救的好机会 但玛雅却没有那么做 而是让他躲起来 都要发出声音 来人是律师家的保洁 准备进来打扫卫生 但被玛雅打发走了 之后他解释自己被通缉的原因 玛雅相信了他的说辞 主动帮他包扎伤口 还递上一杯酒安慰他 他想压压惊 就喝了那杯酒 谁知没一会儿就晕了过去 等醒来时 身边躺着一具男尸 不等他弄清情况 就被警察包围 现在想来 他是被陷害了 应该是玛雅杀了律师 把尸体藏在卧室 取手机时反锁门 是担心被他发现 得知他被通缉 就把杀人的罪名嫁获给他 德夫不相信他的一面之词 毕竟作家最擅长的就是编故事 果不其然 德夫从玛雅那听到了另一个版本 昨晚玛雅在家打扫卫生 听到门人声 打开门却空无一人 正要关门时 维克捂住他的嘴跟进房间 他惊恐不已 拿起水果刀滋味 对峙时 刀被维克抢走 这时保洁敲门 不等他开口求救 维克就用刀顶住他的身体 为了不受到伤害 这才打发走保洁 之后维克在他家到处乱烦 还逼问他保险柜的密码 趁着维克清理伤口时 他打开手电筒照向楼下 希望能引起保安的注意 可惜失败了 惊慌中 小动作还被维克发现 维克怒火中烧 想要杀了他 律师翘好回到家 看到他被挟持 急忙冲上去救他 茶几就是在打斗中碎裂的 他趁机逃到楼下 拦住正要离开的警察 等他和警察返回家时 律师已经凉凉 一个案子 两人证词完全不同 究竟是谁在说谎呢 德夫回忆者现场情况 律师头部遭钝气揭打 凶器或许是沙发下 那个代谢的助态 现场找到的杯子 维克喝过酒 但采用液体中 没检测出药物成分 维克不会莫名引导 茶几碎裂一地 说明发生过打斗 另外 垃圾桶里还有一些 烧毁的照片 看着像亲密照 应该是律师夫妻 某一人不忠 令人发现后 两人在家大打出手 玛雅失手将对施杀害 之后遇到维克救助 得知对方被通缉 便想把杀人的事 栽赃给对方 还没等德夫理情思绪 外面就传来闯闹声 他出来查看情况 一个大叔来控告维克 称对方害死自己的女儿 美丽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几个月前 美丽遭遇流浪汗袭击 维克得知后 想把这件事 当作素材写进新书 拜托美丽讲出经过 并承诺不会泄露真实资料 考虑到这能提醒 更多女生免与遭难 美丽答应了维克的请求 谁料维克是个阴险小人 为了新书的销量 泄露了美丽的身份 美丽遭到媒体围堵 大家用异样的眼神 看着他 还对他指指点点 他承受不了舆论压力 选择意思了之 随着第三起案件的出现 事情变得更复杂了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 德夫去询问保安 据保安回忆 律师晚上七点半回到小区 之后并没有外出 而玛雅拦警车时已经十二点多 根据玛雅的证词 律师也就十二点左右回家 这和保安的证词明显不复 再次询问玛雅 他突然改口 称律师七点半回来过 但没过两分钟就走了 直到十二点才回来 前后两次说辞不一致 让德夫更加怀疑他 事件结果显示 律师的死亡时间是八点到十二点 这证明保安的证词没错 玛雅为什么要撒谎呢 如果人真是他杀的 动机又是什么呢 伪妻的死又是怎么回事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时 一条线索应用眼帘 有人拍到维克和妻子争吵的视频 对于这件事 维克没有隐瞒 为了提高新书的销量 维琪泄露了美丽的真实资料 导致美丽自寻短见 她十分内疚 和维琪发生争吵 对于她的说辞 德夫不知道该不该信 这时事件结果出来 维琪的死因是心脏并发作 既然死于疾病 那这个案子就能先放下了 现在有集中精力调查律师的死 德夫进行模拟实验 发现律师头部的伤口 是站立时被袭击的 想要完成这项操作 凶手至少要和律师一样高 玛雅各自不服 暂时被排除嫌疑 维克身高相符 主题上还检测出他的质问 综合来看 维克就是凶手 上级领导得知情况 迅速召开记者会起案 德夫心里坠坠不安 还有很多疑点没有弄清 他给手下打出电话 询问是否查到照片来源 照片是侦探拍摄的 对方已经答应提供元件 当看到照片是亲密照时 德夫立刻猜到怎么回事 让手下把照片上的眼镜男 带来问话 看着桌子上的照片 眼镜男承认和玛雅油染 但绝对没有杀人 那晚两人正在谈心 律师突然冲了前来 其实律师早就发现 两人有问题 提前回来就是为了抓现行 三人发生激烈争吵 律师一气之下 推倒眼镜男 查击就是这样隧道 之后律师摔门离开 德夫有询问玛雅 两人证词一致 这样德夫陷入迷茫 根据眼镜男的证词 律师确实如玛雅所说 七点半回来又走了 维克的嫌疑更大一点 但问题是两人有串供的嫌疑 再次找维克了解情况 维克又想起一些细节 保洁走后 他准备离开 却被玛雅拦住 玛雅帮他包扎伤口 还让他喝了一杯酒 招谈时 有人开门进来 玛雅向他介绍 来人是律师 夫妻俩在一旁闲聊时 他意外看到电脑上的合照 意识到那个男人不是律师 之后就被砸晕 恍惚间看到两人 把尸体拖到他身边 等他清醒时 就被警察包围 德夫将信将疑 刚开始说自己喝完酒就晕了 德夫重新整理线索 回忆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当晚这般的保安拉肚子 不停的去为生间 那段时间律师是否出去 保安也不知道 低头是 沾有泥土的鞋子 给德夫带了灵感 案发当晚11点开始下雨 如果律师12点回来 鞋子上肯定沾有泥土 事情就如玛雅所说 律师为了救他被维克杀害 如果没有泥土 事情就如维克所说 玛雅和眼镜男 和蒙沙夫 嫁后维克 想到这儿 德夫立刻去查看证物 律师的鞋子上没有泥土 这说明律师8点回家后 再没出去过 玛雅应该是在沙夫后 处理照片时遇到维克 得知对方是通缉犯 于是心生遗迹 将罪名嫁化给维克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玛雅和眼镜男 被警方逮捕 维克被无罪释放 他出来第一件事 就是谎化妻子 不久后 德夫在看维克的新书 夫人是维克的忠实粉丝 开玩笑似的 给他透露结局 书中主人公的死因是 用药过量 他本以为夫人在开玩笑 但很快就意识到不对劲 立刻跑去询问法医 维克的死会不会是用药过量 法医之前检查过维克的药物 从购买日期到死亡当天 都是按照标准服药 不存在过量 两人交谈时 得付意外打翻药瓶 捡胶囊时发现有打开过的痕迹 他一个个的拧开查看 发现胶囊不对劲 里面的药量是正常的三倍 能接近药瓶的只有维克 这说明维克在胶囊上动了手脚 维克的死有了变化 那律师的死可能也跟维克有关 维克今天就要坐飞机离开 他急忙去找赶往机长 就在这时 维克打了电话 向他坦白一切 为了提高新书销量 维克洩入了美丽的资料 维克得知后劝他自首 他不想生命狼藉 更不想坐牢 于是在胶囊上动了手脚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随之查看维克手机时 发现维克找了律师 准备起诉他 他本想打发作警察后 却销毁律师手上的资料 谁知警察不靠谱 一心想用武力比他人罪 他只能假借上厕所跑路 之后到律师家寻找资料 意外发现玛雅和眼镜男的照片 他猜测玛雅会在警方面前掩盖出闻 意识到这是个机会 于是改变策略 直接杀了律师 玛雅没有撒谎 律师确实是12点回来的 至于鞋子上为什么没有泥土 是因为他换了鞋 脚上的血泡 就是因为鞋子不合脚造成的 他烧毁了有关自己的资料 留下烧毁一半的亲密照 然后编造一系列谎言 误导警方的调查方向 无罪释放后 表面是火花鞋子 实则是为了销毁证据 即使德夫现在知道真相 没有证据也不能抓他 说完嚣张的挂断电话 德夫紧赶慢赶 还是晚了一步 只能眼睁睁看着飞机起飞 天作明暗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